大家谈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呢这一期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身边这就是箱子 M6的落地音箱 怎么想起聊这个箱子呢 其实是在一年前就有收友问我 说可乐你边上这个箱子挺漂亮啊 我说对我也觉得它挺漂亮 三分泌落地 主要是这一个螺旋形凹陷 这一点非常吸引眼球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会儿我们要说的 它有一个号角驱动器啊 之所以有一年没有推荐这个箱子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初呢性价比不高 比较贵 然后最近好像据我所知也是优惠了 也便宜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价位还可以啊 一会儿我们聊聊这个箱子的价位 以及搭配啊 我们先说说这个箱子的外形 首先我们看它的高度 一米高 这个高度还真是不错 因为头几期我们讲过 我们坐的一个所谓皇帝位的位置 你往那一坐高频单元 对着你的耳朵的延长线 这是最优秀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不要争它什么一米六 一米七多高 它就是两米的箱子 它的高音基本上或者是有点倾斜 都是对着你这个皇帝位的耳朵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高度合适 它的宽度是20公分 厚度是30公分 底下有一个小杖板 这个杖板可以调节稳定度的啊 先说一下它的单元构架吧 首先是一个6.5的低音单元 然后另外这就不用介绍了 这是一个高音喇叭 重点说说这个吧 这个咱们民间的说法 就叫号角高音 实际上是一个高音辐射驱动器 为什么说 它里边不是高音单元 是一个高音驱动器 我们说说它的优点 优点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高频比较柔 柔和 柔和很重要 我们经常用的这种普通的高音呢 严格的上来说 它的高音会有一些尖锐 有一些棱角 当然了通过这个厂家对这个 音响器材的调整啊 会尽量让这些棱角和尖锐度啊 消失一些 但是针对于它的这个高音辐射器来讲 它的优势会更明显 它的包括你听女声 小提琴这一系列的东西 都会是听得非常柔美 不至于说钻耳的话 所以说这在技术上就有先天优势 另外一点就是 您可以观察一下 先说进口箱子 整体带 这个进口箱子 有这种高音辐射器的非常少 即使有的话 价格很贵很贵的 四五万五六万 甚至于说十几万都带这个 如果我们要说国产的一些大品牌呢 包括像这种M6这种大品牌呢 它带这个号角的也都比较贵 基本上在一万五两万左右 而这个箱子呢 目前为止据我所知 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低于一万了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在七八千块钱左右吧 所以说性价比很高 我现在比较推荐这个箱子 另外我们说一说 一会我们播放音乐的时候 这一套器材都有什么 依旧是我们原来介绍的 比如说响声 这个响声的280速波 其实它是一个带解码 然后直接模拟输出到供放就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它 不用它的解码 就用它纯转盘 另外呢 我们在这里接的是什么呀 是乾隆盛的QA690这个供放 为什么 可能会有的老时候说 说你这个箱子是正路子 你的供放怎么样怎么样 还是我们以前这个口号吧 就是高性价比 我为什么说它 首先第一个它自带解码器 如果您要是不想再投入音源的话 您有一个笔记本电脑 直接借这个解码器 连解码器在供放 供放在驱动音箱 这个多便宜啊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音箱 大概是在七八千块钱左右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个乾隆盛这个供放呢 是应该是在五千的 四千到五千左右 直接这么一个价格 那这一套下来 一万出头 您连音源都不用准备了 您直接插一笔一本电脑 多好啊 对吧 所以我们介绍这个 那您要说这个具体质疑 这个声音没关系 一会我们听一听就知道了 音源这块刚才说了 280乾隆盛的数字功放 以及这个M6落地音箱 我们一会用这个线材 还是用了以往的这个 这个铜彩的贝塔系列电源线 我们给它数字线 模拟线 我们给它连接起来 我们好好听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还是这一点 就是我们关注一下 在高性价比情况下 这个声音您觉得怎么样 值不值得拥有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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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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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下缺点吧 缺点有两点 第一个 这个高频的细腻度不够 中频的细腻度也稍微缺乏一点 但是我说这缺点是这套组合 并不是这个音箱 因为我们平时听的时候 两个箱 一个是这个国产的精品300币 这个一万出头 另外一个屋里有一个小波罗 我们拿这个推 那就没有问题了 非常完美 但是它不符合咱们这个高性价比 一万多的东西崩价就变成三万多了 甚至于四万 这个简直在资金上就质着飞跃 所以这个咱们能忍受就忍受啊 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 另外一点就是低频方面 低频呢稍微有一些肥 稍微有一些肥是因为 我认为是因为 我长期听书架箱子 以及这个监听音箱 因为我老在电脑前写文章啊 做测试啊 所以他们的声音更直接 更清晰 但是呢缺乏低频 但是我都习惯了 我接受了 你不可能说放桌子上轰轰轰低频啊 但是这个低频整个扩散度啊 包括回弹啊 质感啊 堆积感啊 都要甩书架箱子好几条街 所以我就倒是听不习惯了 可能您觉得非常好 另外他听一些大场面的 比如加勒比海盗 或者贝多芬的这个 马勒的交响乐 便宜占的很大 但是谁家里老这么听啊 所以我听着稍微 觉得他厚度厚了一点 一会告诉你解决办法 所以如果您要能接受 那这个箱子我认为 炙手的性价比方面非常非常高 解决怎么办 其实特简单 这个简单普及一个常识 我这个箱子 低频少了 如果正规箱子啊 咱说那个正规的品牌音箱 它里边有吸音棉 我这个小箱子 低频小了 或者我这大箱子 你撤出一部分吸音棉了 这样呢 低频会稍微多一些 如果你说我这个箱子 低频太多了 这个厚 主要是多都不是问题 是低频没有力度 那怎么办 您就往里塞吸音棉 吸音棉呢 就找咱们靠枕 后边这个 这个化纤棉 你就凑往里塞吧 塞完了听到您合适为止 因为咱们民用不需要去什么 什么拿那个仪器表去测去 你叫C完了合适就成了 这个箱子 你要觉得 哎呦我这低频太厚了 这个那没关系 我记得是买的时候 厂家会给一部分吸音棉 你就往里塞一些 拿一个小绳子顿住 塞一些 C完了 C的合适 或者C多了 再给顿出来撕掉点 就调整一下 这个没有问题 玩法 还是那句话 这套搭配呢 非常合适啊 280如果没有 您叫笔记本电脑 这样直接给您省了电源 这个音源的费用了 这个 秦龙盛的这个工放呢 是自在 自在这个解码的 这个省一大部分钱啊 他们俩之间的配合 我认为 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您可以再好好听听 视频里边这个音乐 刚才呢 也是我聊之前 以及录音的时候 以及现在录音结束了 我把这个器材的位置 稍微调整了一下 因为还要拍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位置可能是 是跟您看的不一样 咱们不纠结这事啊 然后具体您需要有 跟我们这个栏目 有什么沟通呢 您关注一下 HiFiChat 这个微信公众号 CHAT结尾的 就是HiFiCHAT 然后呢 有什么需要咱们具体沟通 具体谈论呢 您就再加我微信 然后咱们具体聊一聊 好吧 就这样 再见